湖南深山有一座活人墓,墓内机关重重,生活着一位九十多岁老人,提起活死人墓,我们第一反应是想到金庸的神雕侠侣,但今天所讲的活死人墓,却和小说以及历史上的没有任何的关系,在今天湖南永州的一个村庄里,一位老人亲手在村里后面的山壁上建造了一座活死人墓。 他建造这座活死人墓的初衷,是为了给自己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,也是为了自己的深厚事考虑,活死人墓建造完成后,老人还在这里设置了很多机关,并在外面立了一块石碑,石碑上写着切勿进入墓室,里面有危险,否则后果自负,老人的故事或许没有武侠小说那么的跌宕起伏,但活死人墓却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1997年,湖南永州的一个村子里发生了一件稀奇事,村里的孤寡老人梁富生突然决定在后山上给自己建造一个活人墓,因为想要在山上开枣,梁富生不得不寻求村里人的帮助,但这个要求却遭到了村里人的强烈反对,谁会给自己建造坟墓,这简直是匪夷所思,村里人觉得不吉利,便一再反驳他的想法。 然而梁富生已经铁了心想要建造活人墓,便请人来修建,梁富生虽然无儿无女,但他在村子里很有威望,因为他曾自学医术,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大夫,还曾帮助几千人治好了顽疾,对于村里人来说,他就是神医,所以即便他无儿无女,村里人还是对他十分照顾。 总是有人隔三差五的来看他,帮他洗衣做饭,但年事已高的梁富生不愿意麻烦村里人,便执意修建了这座活死人墓,因为要开凿山体,在耗费了十四年时间之后,梁富生终于完成了活死人墓的建造,整个活死人墓分为两层,虽然有窗户,但因为山前树木茂密,室内几乎没有什么光亮,即便是在白天,也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,但对于梁富生来说,这并不是最重要的, 他可以居住在这里,不被打扰,每天还能抽出时间下山走走,其余的时间他都待在活死人墓中看书学习,虽然整个室内分为两层,但梁富生住的地方却只有小小的几平米,室内非常简陋,只有一张桌子,还有一幅棺材,这幅棺材,就是梁富生平时用来睡觉的地方,这件事任谁听了都会觉得毛骨悚然,但梁富生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,睡在棺材里,是他最巧妙的设计, 这幅棺材是他找村里的木匠打造的,里面有机关,打开之后就是一张床,合起来就是一幅棺材,梁富生曾打去说,如果哪一天,他感觉自己不行了,就躺好打开机关,棺材就会严丝合缝地关好,也不用担心会麻烦别人, 活死人墓修建好之后,梁富生还专门请教了擅作机关的专家,在他的活死人墓中设置了很多的机关,以防止有小偷进入,梁富生搬进活死人墓时,村里都帮他来搬家,虽然人们极其不情愿让他入住,但也拗不过这个固执的老人,为了他的安全着想,村里找人给他接上了自来水,让他每天不用在下山挑水,每天早上都会有人来墓里看他, 并搀扶他外出散步,时间一长,人们也都习惯这样的生活,每天来活死人墓的人很多,有了人气,这个地方也显得不那么阴冷了,随着梁富生的年纪越来越大,他每天也无法给更多的人看病,只能偶尔接诊一两个病人,剩余的时间,他总是盯着房间里的一张照片发呆,照片上,是他已经过去的妻子,梁富生的一生,只能用跌宕起伏来形容,或许对他而言,活着早已经如同死去, 因为曾经能给他带来欢乐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,1926年,一个婴儿孤孤坠地,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,只是湖南山村里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,这并不是好年份,长大后的梁富生赶上了战争,人人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,梁富生也有过参军的念头,但他是家里的独苗,在父母的反对下,他才决定留在家乡,18岁这一年,梁富生和邻村的一个姑娘成了家,两年后, 妻子生下了一对龙凤胎,这是梁富生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生活是苦难的,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,来临的是幸福还是厄运。 梁富生家中的两个孩子在三岁时,突然生了病,高烧不退,那时候,村里没有好医生,梁富生只能带着孩子走很远的路,找人开方抓药,然而,要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,孩子的病情反反复复,梁富生心急如焚,每天背着孩子去镇上的诊所看病,然而,即便是再好的医生,也没有救回他们的孩子。 梁富生来了沉重的打击,尤其是梁富生的妻子,因为两个孩子的离世而变得浑浑噩噩,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抑郁的状态。 作为一家之主,那段时间的梁富生是难熬的,他一边要操持家里大小事,还要一边照顾妻子,上面还有两个供养的老人,玉堵黄河冰色川,江灯太行雪满山,梁富生的苦难才刚刚开始。 他唯一能做的,就是揣着一颗破碎的心,重新开始生活,在梁富生的精心照料下,他的妻子身体渐渐好转,精神也好了很多,夫妻俩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生活,尽管他们心中的伤永远无法愈合,几年之后,梁富生家中再次迎来一个小生命,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,女儿的出生,抚慰了夫妻俩的心灵。 梁富生对女儿十分谨慎,生怕这个孩子也夭折而亡,在他的精心照看下,孩子逐渐长大,看着女儿越长越高,梁富生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,然而这世间的失去,总是突如其来的,就好比小女儿的离世,梁富生的女儿死于青春正茂的十八岁。 这一天,她原本只是想上山捡柴火,却不料掉下了悬崖,一个还未看过世界的小姑娘,就这样香消玉允,她的离开,再一次让她的父母遭受了重大的打击,梁富生的妻子哭晕过去,从此一病不起,缠绵病塌,梁富生内心痛苦不已,可还是四处求医,给妻子治病,但这世间唯一的梁芳早已经不在,又有什么能够挽留住她的性命。 女儿去世后的一年,妻子也跟着育育而终,她先后失去了一双儿女,之后又失去父母,人到中年又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和妻子,兜兜转转,她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境地,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,或许梁富生此时仍旧找不到答案,相比活着,死去是一件多名容易的事情,活着的人。 才要时时刻刻承受这追心之痛,梁富生也曾想着一死了之,但热心的村民每天都会来家里陪伴她,梁富生起先不愿意说话。 但面对村民的热情,梁富生逐渐恢复了精神,梁富生的人生转折点,是因为一本医书,在她的家里,有一本压箱底的古医书,是梁富生在整理妻子遗物时发现的,为了打发时间,她开始研究医书,却意外地在医书中找到了乐趣。 她开始专注于研究医书,村民们看她重新振作,也逐渐放心,梁富生是个有天赋的人,她自学医书,几年的时间便能成了当地有名的中医,但她给村里人看病,从来不收钱。 她说,村民们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她,她也要为村民们做些什么,随着梁富生的名气越来越大,总有很多人不远千里来求医,忙碌的生活,让梁富生暂时忘记了以往痛苦的生活。 八年的时间,梁富生治愈了三千名乙肝患者,向她求医的人络绎不绝,梁富生的事迹传开,还上了当年的新闻,人们称她为神医,梁富生找到了人生的异议,妻子女儿去世之后,为人看病,就成了她唯一打发时间的方式。 她治愈着人们,人们也在治愈着她,医者人心,梁富生的诊费并不高,有时候遇到没钱的病人,她总是分文不取,有的人感恩她,还会经常回来看望她。 一转眼,梁富生已经步入老年,她也已经满脸皱纹,白发苍苍,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村民为了她的健康着想,考虑不再让她接诊,但她却坚持坐诊。 想要救治更多的人,1997年,已经71岁的梁富生越来越力不从心,她终于听从村民的意见,减少接诊的次数,为了打发时间,她总会去村里的后山散步,时间一长,便萌生了在山里建活死人墓的想法。 生活从来没有武侠片中的潇洒四溢,更没有什么爱恨情仇,这座活死人墓,早在梁富生心中就已经建好。 只不过,现在她将这座坟墓搬到了现实中,在村民的反对生中,这座坟墓逐渐有了雏形,从严格意义上来讲,它并不是一个坟墓,尽管梁富生打算在这里葬送自己的生命, 对于梁富生来说,没有家人,生活在哪里都一样,活死人墓就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而已。 活死人墓建好之后,已经是2011年,梁富生已经80多岁的高龄,不过她身体还算硬朗,每天上下山也都有人搀扶,在永州当地,人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性格奇怪的神医,在山里建了座活死人墓,当地媒体还曾去采访过梁富生从拍摄的照片来看。 梁富生的活死人墓更像是一个微房,这个建筑虽然有很多的窗户,但屋内的环境却仍旧很昏暗,整个屋里没有多余的摆设。 梁富生的头顶只悬挂着一个简单的灯泡,是由村民为他安置的,这是他在黑夜中唯一的光亮,梁富生在采访中说道我无儿无女,就自己挖一个坟,死就死在这里,自己把自己埋了言语中透露着无尽的悲伤,他想要活得体面一点, 即便有一天死去,也要死得体面一点,不给别人带来一丝的麻烦。 他告诉村民,如果哪一天他没有下山,那就证明他去世了,只要村民拉一下设置好的机关,棺材就会自动掉入挖好的坑里,梁富生一生过得凄惨。 哪怕村民在他的后半生给了他很多的关心和温暖,但却永远无法治愈他心中的伤痛,他是如此的要强,就连死亡也不愿意麻烦别人,生死不染,去往自由。